凌晨 火车孤玄在铁路桥上 桥下的水不断上涨 冲击着桥面 好笑的孤玄一阵阵向桥面出来 眼看桥河车就要被大水通过 十二次列车和六百多条人物 未遇在淡际 把您抢修 争取列车通过 需要多少时间呢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电话突然接通了 锦州铁路区的调令也下来了 批准到车 十二次列车后车尾点线车头 退出铁路桥 领所有人后怕的是 仅仅十六分钟后 铁路桥轰然倒塌 消失在洪水中 当时这铁轨都快抹着麻花了 洪水长得也老快了 司机这车也倒得老快了 多危险 我说刚离开桥十几分钟 桥就塌了 幸亏小李 这小子居然跟我掏枪 跟我一样 也是头聚业驴 我们的司机是个好同志 他开了一辈子的车 从来没犯过错误 我这次呢 擅自倒车是要冒很大风险 可幸亏 上车及时下了调令 十二次列车车随到了一个 名叫前卫车站的小火车站 就在所有乘客和工作人员 刚要松一口气时 突然远处弹来了三声枪响 哎呀妈呀 这爸爸怎么还放枪呢 这是咋了 我呀 以前当过兵 后来准备也当过老师 这枪声 立刻让我警觉了起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事 前卫车站的站长跑过来跟我们说 前两天民兵说 你们要听枪声 枪一响 就是表示上游的水库大滴绝口了 你们列车不能停 继续退 刘空长 我们营长叫我通知你 时刻上游 洪峰下来了 咱们这也有爆发伤红的可能 叫你们随时准备好 听到枪声 你们就撤到山上去 知道了 走 眼看着两三层楼房高的洪水 冲着列车就过来 大树连跟拔 见见刚才命中倒下 只有24岁的列车长张敏元 也被吓住了 脑流水的声音啊 就像那公园里的老虎 哎呦 饿风了似的 嗷嗷嗷嗷就那么叫啊 那声音老大了 倒车 快倒车呀 列车长张敏元通知司机快速倒车 这是一组没有调度硬硬的倒车 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在这时 列车里的乘客突然发出一阵惊 车呀 赶紧停车 赶紧能把车停下呀 突然有个乘客 非叫我们停车 可是外面的洪水 还追着火车赶呢 他怎么叫我们停车呀 真是的 车外面有人 那水里也有人 洪水自虐 所到之处 往昏沦被烟 逃命的灾民 发现了洪水中的12次列车 由于战道的救星 等会向列车跑来 列车同志们 把车车和车门全部打开救人 而此时 列车场张宁员 也命令所有人 打开车门和车窗 准备救人 所有人都在喊 老乡都快往这边跑 我就让广播员 赶紧通知乘务员 把车窗和车门都打开 准备救人了